一封生前辅导过的学生陈亚娟 回忆了当天的情景 8月15号我们是下午 一点半 集合嘛 开那个 开学典礼 我们同学都到草场去了 都集合了 我们就盼着这辅导人当中还没来呢 还没来呢 不一会儿吧 我们办一个同学姓李的同学 就给我叫到后面 陈亚娟你过来 我就过去了 过去让他说 你知道 咱副导人出事了 傻呀就把部队跑啊 推着门 永远碰到那个高思祥指导员 他碰到后 还拽着这个副导人 那个指导员一劲 那个高思祥儿高叔叔 雷蒙叔叔呢 我们来找雷蒙叔叔来的 对着什么呢 高思祥儿啊 顿时啊 大时那个军事业领导 工程名领导 都去了感觉了 那个高思祥儿 就是我们对那些 在上的那些叔叔 这些都是雷蒙叔叔前 辅导过的学生 当时我们一听 雷蒙叔叔前两次 当时我们就在 在那高思祥儿子 进行入职 找他你说什么 我们在那找雷蒙叔叔来的 我辅导人拿去了 但是到时 刚才说 你们的好副导人 我们的好赛事 雷蒙已经过游牺牲了 哎呀 当时我们就 真是像青年屁的一样 可能是想 雷蒙牺牲后的第三天 辅舍市上万名军民 为雷蒙同志 进行了隆重的 恭敬大会 雷蒙生前 就是沈阳军区的典型 辅舍市 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62年10月23日 共青团中央 追认雷蒙为 全国少年先锋队 优秀辅导员 1963年1月7日 雷蒙生前所在班 被国防部命名为 雷蒙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